10月20日,地震预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成都宣布,大陆已经在25个省市建成5010个地震预警台站,覆盖面积200万平方公里,占大陆地震预警一线区域面积的八成以上。 据了解,该地震预警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预警网,预警网内人口约6.5亿。在预警网已覆盖区域,民众只需要在苹果或者安卓商店下载地震预警的软件,就能免费享受地震预警服务。 建设该地震预警网的核心技术是大陆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ICL地震预警技术系统。 该预警系统经过汶川地震大量余震实验与完善而成。 目前已经连续预警鼓6.6级地震、鲁电6.5级地震、庐山7.0级强震等18个破坏性地震。 地震预警是利用电波比地震波快的原理,在地震发生后还没有对周边区域造成破坏前,给地震中心周边区域目标提供几秒到几十秒的预警时间。 理论研究表明,预警时间为3秒可使人员伤亡减少14%,如果为10秒,人员伤亡减少39%,如果预警时间为20秒,可使人员伤亡减少63%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